男子拿著紅色油漆猛烈一波轟一下 闪燃瞬间喷火还烧到人 火锅店里一群人尖叫狂逃 大火还烧到用餐的无辜阿贝吓死人 爸爸爸爸整个烧起来啊 我们干进去而已 干进去没多久而已 我们才刚点完餐而已 报警 男子冲进火锅店拿着狼头狂砸 还叫人家要躲开 但根本没给反应时间 一旁的小孩来不及逃 把妈妈吓得魂飞魄散 大片玻璃碎成蜘蛛网 最后拿起超大一篮红漆 往火锅瓦斯爐坡 火烧起来连自己都被烧到 冲到外面泡水急救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会打哪位 纵火那个是我前夫 他吃药神经有点问题 他有吸毒 他有在吸毒 还威胁骚扰过我们很多次 我们也报警也都没有用 那是针对你吗 针对我跟我男朋友 我男朋友是这间店的老板 居然是前夫来找茬 开车带作案工具直充店里 恐怖情人 泼漆纵火伤人 现行犯直接被逮 依杀人未遂 公共危险 毁损等罪嫌一送侦办 我看见我的妈 我看见你来回覆 我看见你 屏东火锅店疑似客人 操作不慎小火炉开始狂烧 灭火气一顿乱喷 一旁客人老神在在还继续吃 奇葩景象也让人哭笑不得 记者在关张张春华综合报告